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始也没有信心 最开始还是在美国小市牛刀 就在俱乐部里边先做了几个中文专场 结果一做来看的人不少 后来我在国内出了一本自传 出书以后就在做演讲的时候也是我加一些段子什么 我看大家发现不错 我就觉得在国内肯定也有市场 所以我就决定在国内也继续做脱口秀 在中国做脱口秀你就会感觉到 你是在一个新的浪潮里的一个部分 所以就觉得还是挺刺激的 回忆起刚回中国时的表演经历 黄西坦言自己有些水土不服 开始也是 甚至在一些电视节目里边 就让我当场上去讲 甚至把英文段子当场发音成中文 看效果怎么样 但后来一点点发现 就是很多英文段 其实在国内是不能用的 因为语言是一回事 还有文化背景不一样 所以就还得很多段子从头开始写 但是水土不服吧 对脱口秀演员也是个好事 因为你可以找到新的视角 或者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作为最早在西方流行的艺术表演形式 脱口秀逐渐在中国落地 一众表演者的努力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在黄西看来 脱口秀是演员在台上讲个人的观点感受 每一位演员尽量贴合现实去讲述经历 这确实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 及整个社会的心态 最开始对脱口秀着迷也是 因为它反馈特别快 经常瞬间就可以跟大家 在同一个频率上一起思维 一起感受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 在中国讲脱口秀 尤其讲英文脱口秀 有一个特点 就是台下的观众 他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 我经常是看什么南非的观众 跟德国人的观众做一起 甚至是美国的听众 跟伊朗听众做一起 我觉得这个在联合国都看不到的一件事 他们这些人能坐在一起笑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